今天我们主要探讨风险偏好 因为关于投资 每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是不一样的 一定要彻底想清楚自己是属于哪一类 谋定而后动 才能够长期与市场共舞 关于投资者的风险偏好问题 其实就像每个人的性格脾气一样 各有各的不同 通常呢 可以将大多数投资者划复为如下四类 进取型 积极配置型 稳健型 保守型 下面我来分别的做一下解释 进取型投资者 进取型投资者通常专注于投资的长期增值 为了达到高回报的目标 他们通常喜欢投资一些收益较高的产品 并愿意为此承受较大的资产波动和风险 积极配置型投资者 这一类人 期望有相对较高的投资收益 但又不愿意承受较大风险 他们呢 理论上可以承受一定的投资波动 但是希望自己的投资风险效应市场的整体飞行 因此希望自己的投资准额 收益长期稳步的增长 稳健型投资者 这类投资者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就是稳定 能够在保证本金安全的技术上有一些增值收入 虽然他们期望投资有一定的收益 但常常因回避风险而不会采取任何的行动 保守型投资者 保护本金免受损失和保持资产的流动性 是保守型投资者的首要目标 这类投资者希望投资收益极度稳定 不愿意通过承担风险的方式 换取收益 通常不太在意基金是否有较大增值 可以说真正认识到自己风险偏好 对于我们的整个投资过程是非常重要的 只有真正了解自己才能对真相要 用合理的方式和方法去扣开投资自盟 通常在定位自己的风险偏好时 可以综合考虑以下三个客观要素 年龄 在不同年龄段 投资目标应该是不同的 比如年轻的时候处于财富激励的阶段 这时候往往追求高风险高收益 到了年长的时候 一般都求稳定安逸 不适合经历太大的资产波动 个人家庭情况 单身的时候可以说是一人吃饱 全家不愁 投资起来更无所畏惧 而成家之后 特别是有了孩子之后 往往要考虑东西就更多了 投资期限 投资时间的长短需要我们投资者重点考虑 因为它将对投资行为产生直接影响 我们必须完全想清楚自己手中的闲置资金 可以用来进行多长时间的投资 我把这个投资期限分为两年以上 两年到五年 以及五年以上 各位可以对号入座 在这里 我强烈呼吁各位朋友 投资一定要成长 越早 越好 如果有些错误一定会犯的话 那么一定是越早犯错的成本越低 好了 根据以上三个要素 各位伙伴师傅已经对号入座 自己究竟是以上四例中的哪一类 相信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了吧 好 我们继续对我们之前几档课里提到过的 ETF品类 我现在也把它做一个分险等级划分 请仔细了解 高分险ETF包括做空ETF 分级ETF 杠杆ETF 中高分险ETF包括股票型ETF 商品的ETF 中低分险ETF包括各类战券型ETF等 低分险ETF的代表是货币ETF 我们再将投资者的分险编号 以ETF的分险顶级来做一个匹配 关于仓位的问题就一目了然了 对于经济型投资者 你们的合理配置参考如下 高分险ETF配置占比70% 中分险ETF占比15% 中低分险ETF占比10% 低分险ETF占比5% 机器性配置者投资者合理不具如下 高分险ETF占比50% 中高分险ETF占比30% 中低分险ETF占比15% 低分险ETF占比5% 稳级型投资者的合理配置是 高分险ETF占比15% 中高分险ETF占比30% 中低分险ETF占比40% 低分险ETF占比15% 最后 保守型投资者的合理配置如下 高分险ETF占比5% 中高分险ETF占比15% 中低分险ETF占比35% 低分险ETF占比45% 比5% 高分险ETF占比70% 超量渲满ETF占比51% 超量渲染 感谢观看